好 妈妈要做个鸡蛋灌饼 你们吃吗 我要吃 我要吃 好 都吃 都吃 来来来来 快快快 要紧时间吃 马上上学 迟到了 我刚离婚那段时间里 我是陷入一种 觉得自己不够好 不够优秀 妈妈 我吃完了 不值得被爱也好 就是陷入一种 很悲观的情绪里 当我看到那两个孩子的时候 我就说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应该很积极地面对生活 来来来来 快快快 快一点啊 吃到了 好了 赶紧过来 马上吃到 我们到了 要好好上课 听到没有 喂 你有看那个3.6条吗 应该是有规定的期限 是不是 对了 有时间 你再看一下 那个违约的问题 然后其他的 我都已经填上了 好 拜拜 我跟你讲 我妈真有意思 我妈在我直播间 买东西 还要注意笑 去结束了 差点时间 我大概一点半的样子 就给走了 好了 赶紧地撤了 飞奔了 走吧 没劲了 没劲了 1 好 准备了 没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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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最弱的一个项目 拉提就是让它一个核心的力量 但是我力量极差 特别是偷富串 生完两胎之后 有几次就 老师我不行了 就好想叫 但是呢 因为我年纪大了 我需要自律 谢谢老师 走 接孩子去 快去接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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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小喵 你是妈妈的小喵吗 是我的小喵吧 我大概是八点半的时候 就要开始我的直播工作了 要是差不多就是说 三二一天就要给大家上午的 来 准备 嗨 宝宝们大家好 雅婷姐姐又来了 今天我在家里直播的 因为怕小朋友一会儿要睡觉了 所以要是一小点 我怕玩不了兴奋了 三二一 少见见 五十一月五十一了 然后我今天直播结束了 跟大家拜拜 拜拜 好累啊 今天的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了 然后现在打算洗个脸卸个妆 睡觉 晚安 晚安 终于套完了 我女儿是不是小棉奥来的 他们唱的歌好温馨 好温暖 你其实是很自律的人 我是在不自律中找自律 就是因为我很不容易克制吃的东西 那我就想说我至少要稍微运动一下吧 我就看到那个自律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雅婷你是一个 就我很佩服的感觉那种 就是觉得你会用很轻松的语气 说到很多其实很难去面对的事情 而且我有一个感受是什么 就是看完这个片子 真的感觉就是一个超人妈妈 对啊 对 我们聊天的时候 我记得昨天 就你会说你也很高兴 离婚之后有很多自己的时间 但我没有看到你的时间 我觉得是那两天比较忙 就我还是会抽出一些自己的时间 把事情忙完啊干嘛的 我会跟我 我妈妈还是有在我家帮我 然后我会跟我妈说 我出去玩一会儿 然后我妈说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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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婷你有觉得特别累的时候吗 有啊 但我不太会说出来 我生二胎的时候 就是那个缝完针以后 你要走动 不然他就不通气 不通气的话就没办法进食 然后就要去上厕所 就是你要自己去 从厕所到那个病房 只要十米不到的位置 我大概走了二十分钟 我不能有任何人碰我 因为只要碰就会痛 我就偷瞄到他在后面 就一直拿着直这样的 一直这样一直这样这样 所以我在想说 如果我不坚强 得哭成什么样 我觉得就是 其实我很多情绪 都是生完二胎才有的 就是会情绪更大 但现在反正好 现在就觉得说 反正我有这么多人可以帮我 我觉得我就没有什么好埋怨的 就是 就是要好好生活 偶尔还是会偷偷地 自己的抹下眼泪 累到觉得 哎呀哭一下 好好算了算了免长就好了 就是这种 我还是偷偷哭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